大家好 我是Will 欢迎来到X调查 今天我们来讲一起非常精彩的金矿诈骗案 说起诈骗 可以说各路骗子尽显才华 各种诈骗手段层出不穷 颠覆人们想象 之前曾经讲过一位维克多勒斯蒂格 他甚至把巴黎埃菲尔铁塔成功卖了出去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起诈骗案 其手段相比勒斯蒂格可谓有过之 嗷呜不及 因为他不仅骗过了无数普通人 还骗过了某国政府 它就是发生在1990年代的世界最大金矿诈骗案 BRIX超级金矿诈骗案 这起世界最大金矿诈骗案是由三个人发起的 他们分别是加拿大老板沃什 地质学家菲尔德霍夫 以及菲律宾地质学家古兹曼 这三人是如何策划出这起惊天金矿诈骗案的呢 1984年的时候 39岁的加拿大人沃什 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业 沃什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Brett 另一个叫Sean 于是沃什就用两个儿子的名字组合在了一起 创办了Bressia采矿公司 公司设立的地点位于加拿大埃博塔省南部 洛基沙曼脚下的城市卡加利 沃什的父亲是一名股票经纪人 因此沃什受到父亲的影响 自己毕业后就从事了股票行业 在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 沃什就开设了这家采矿公司 因为他看中了采矿行业的巨大前景 公司经营的五年期间 可以说不温不火 不算很差 但也没有什么突破 到了1989年 沃什又创建了一家该公司的子公司 取名为Brett X公司 沃什凭借着自己丰富的金融行业经验 这次的他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让Brett X公司进入资本市场 只有这样 公司才能有所突破 沃什对于股票十分精通 然后对于采矿 他似乎并不怎么在行 虽然此时的Brett X公司 在加拿大各地疯狂寻找矿产资源 不过他们的运气很糟糕 几年来都一无所获 到了1992年 这是Brett X公司成立的第三年 由于公司成本高昂 利润低下 眼看就要破产了 公司老板沃什 也切向了几万美金的信用卡债务 来到了人生的低谷 让他看起来并不想服输 他开始找人合作 共享大业 1993年 48岁的沃什找到了老朋友 费尔德霍夫 他是一位地质学家 今年53岁 对于矿产资源的勘探 费尔德霍夫不仅有经验 还曾经有过不错的成绩 在1960年淡漠的时候 费尔德霍夫 曾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发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铜矿床 这使得费尔德霍夫 在圈内小有名气 沃什找到了费尔德霍夫 希望能够达成合作 沃什清楚地知道 如果能找到一个金矿 那么BriX公司就能摆脱窘境 沃什答应 如果费尔德霍夫加入 就会分他公司的股份 费尔德霍夫一听 欣然接受了下来 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们两人在全世界疯狂寻找金矿 这张照片拍摄于 加拿大卡加利的BriX公司 左边一位就是BriX公司的老板 沃什 右边则是地质学家费尔德霍夫 很快 费尔德霍夫就向沃什推荐了一个人 此人名叫古兹曼 他是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地质学家 与费尔德霍夫是同行 对于寻找金矿 古兹曼非常感兴趣 这里要说明一下 这位古兹曼与后来的 墨西哥大独销古兹曼同名 不过两个人不是一个人 以后有机会来讲那位古兹曼的故事 费尔德霍夫推荐的这位古兹曼 长期活动在东南亚地区 他对该地区的地质勘探 有深入的研究 照片上左边第二位就是古兹曼 虽然他长相普通 然而他却很有女人缘 他除了有四个老婆 还有多位情人 古兹曼是菲律宾人 虽然菲律宾法律规定 只要结婚了就不可以离婚 不过菲律宾是允许一夫多妻的 在1990年的时候 古兹曼为了给情人买礼物 擅自挪用公款 公司发现了古兹曼的行为后 就把他开除了 古兹曼家里那么多人要养 经济压力很大 这时失去工作的古兹曼 陷入了财务危机 他正需要干一票大的 来重振雄风 于是在费尔德霍夫的引荐下 古兹曼也加入了BRIX公司 沃什 菲尔德霍夫 古兹曼这三人都经历过辉煌 而如今却遭遇了人生的低谷 三人相见恨晚 一拍即合 决定进行深度合作 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就是发现金矿 确立完目标后 接下来要解决最难的问题 去哪里找金矿 这时候的古兹曼 告诉了他们一个传说 他说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上 有一个岛 该岛地下 有一个大型金矿 古兹曼所说的这个传说中的岛屿 就是加里曼丹岛 它位于太平洋上 是世界第三大岛 也是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最大岛屿 它的占地面积为74.33万平方公里 该岛分别为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文莱所有 加里曼丹岛古城婆罗洲 这里大部分被森林覆盖 植物生长十分繁茂 在16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荷兰传教士 来到了加里曼丹岛上 一个叫做布桑的地方 他在当地的河流中 意外地发现了一些黄色金属颗粒 他感到很奇怪 河里怎么会有金属颗粒 于是 这位河来传教士 就把他带回去进行鉴定 这才发现 原来是黄金 从那之后 当地就一直流传着 地下有大型金矿的说法 由于这里地广人稀 到处都是咸山峻林 想要在这里发现金矿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 要到达这个地方就很困难 需要跋山涉水 穿越茂密的原始森林 山里道路崎岖很是难走 如果没有巷岛 很容易迷路 另外 还需要有大型砖探设备 以及开采设备等 要搞到这些设备 就需要资金 还要有人力运送进来 花费了巨大成本后 还不一定能挖到金矿 因此几百年来 没有人在这里发现金矿 这个传说 也渐渐被人淡忘了 此时在办公室里的沃石 和菲尔德霍夫 正聚精会神地 听着古兹曼讲故事 看起来古兹曼本人 对这则流传几百年的传说 深信不疑 他的这份执念 很快感染了一旁的沃石 和菲尔德霍夫 他们彼此确认过眼神 是遇上对的人 三人彼此信任 已经建立起了 更牢固的合作关系 接着古兹曼 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知道金矿在哪 此话一出 三人再也掩饰不住 自己的兴奋 立刻开始着手 实施金矿的勘探计划 古兹曼负责找地点 菲尔德霍夫负责工程的实施 沃石则负责筹资 以及取得开采权 于是他们乘坐飞机 从加拿大远赴万里 来到了加里曼丹岛 开始了他们的 寻找金矿之路 在古兹曼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一片山区 他们确定 眼前的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 1993年3月 BreeX公司成功买下了 布桑某块山区的开采权 BreeX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 随后他们就向股民 公布了在加里曼丹岛 布桑的金矿开采计划 BreeX公司表示 他们从先前其他开采公司 在布桑留下的27个钻孔中 提取到了部分岩石样品 经过分析 BreeX认为在该地区的地下 很有可能是一个大型金矿 消息公布后 并没有引来太多股票投资者的关注 大家认为BreeX公司 只是在画饼 他们并没有实质性的发现 因此BreeX在加拿大的股价 只是在0.5加元美股的位置 附近震荡 并没有上涨 不过接下来的BreeX公司 接连传出了利好消息 在1993年12月 BreeX宣布发现了一个厚80米 黄金含量为1.91至6.58克 每吨的金矿体 消息一出 该公司的股价立马翻了个倍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 BreeX公司不断公布了 他们检测勘探样品的结果 其检测出的黄金含量 也在节渐攀升 1995年 他们估计该金矿的含量 为850吨 到了1996年的时候 增加到了1700吨 到了1997年的时候 预估该金矿的含量 大于2400吨 这个数字是BreeX公司 邀请一家独立咨询公司 估算的 至此 全球最大金矿诞生了 消息传出后 BreeX公司的股价 迎来了紧喷 从1993年时的0.5加元每股 到1996年的时候 已经涨到了286.5加元每股 公司市值达到了44亿加元 短短三年时间 股价翻了500多倍 堪称股票时尚的奇迹 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的BreeX公司 还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营收 仅仅只是靠他们公布的消息 就让该股票 成为了股市里的一匹超级黑马 奇怪的是 在他们发现世界上 最大金矿的整个过程 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 质疑该公司公布的数据 购买该公司股票的人 都盼望着能够大发一笔 这其中除了有普通的投资者 还有一些巨头公司 当时有三家企业 出来抢夺BreeX公司的股权 他们分别是 全球金矿老大巴里克黄金公司 加拿大巨头Plazer Dom公司 以及美国老牌公司 菲利普麦克莫兰同金公司 这家菲利普麦克莫兰公司 与印尼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 后来也从三家竞争的公司中胜出 获得了BreeX公司 成为了股东 随着公司市值的增加 在1996年时 BreeX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1997年2月 BreeX公司股东 菲利普麦克莫兰公司宣布 开始对布桑金矿站点 进行初次禁止调查评估 然而在他们进驻布桑营地之前 BreeX公司在布桑的延薪库 遭遇了离奇失火 所以之前采得的样本复制一具 这让菲利普麦克莫兰公司 起了很大的疑心 接着该公司决定 在高度保密的状况下 进行重新取样 秘密检测 检测的结果 令所有人大点眼镜 在随机抽取的样本中 提到的含金量 远远低于先前BreeX公司 自行公布的 1.91克每吨的含金量 弟弟根本没有金矿 原来在这几年 被传得沸沸扬扬的 世界最大金矿 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消息一公布 投资者们才发现被骗 BreeX股价也发生了断崖式下跌 在一天的时间里 跌到了几块家园美股 不久盖股票就停牌退市了 随后BreeX股东 菲利普麦克莫兰公司 要求古兹曼前往 布桑营地解释一切 在1997年3月 古兹曼登上了一架 前往布桑的直升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在直升机飞到半路的时候 古兹曼突然纵身一跃 从800米的高空跳下 消失在茂密的丛林深处 印尼军方经过4000的搜索 才找到了古兹曼的遗体 他的全身看起来被动物啃咬过 已经无法变人容貌 印尼军方在其口袋里 发现了一封遗书 遗书上说 自己患了绝症 不堪忍受痛苦 所以选择自杀 印尼军方称 通过其牙齿和指纹 判定这具遗体 就是古兹曼 不过对于古兹曼的死 一直存在着许多疑点 首先 在其身上发现的遗书里 说自己患了绝症 然而古兹曼的家人表示 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患上过绝症 在查询了古兹曼 所有的医院就诊记录后 只是发现了他 曾经患有乙肝 而没有绝症的就诊记录 现场发现的牙齿 与古兹曼之前拍摄的 牙克X光照片中的形状不符 另外 古兹曼的几个妻子 从来没有看到过 那份所谓的遗书 他们表示 丈夫的精神状态一直不错 不相信他会自杀 再者 除了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地质学家 深深看到过古兹曼的遗体外 没有人看到过这具遗体 古兹曼在之前抛售了大量的股票 其套现的总价值超过了500万美元 种种迹象表明 古兹曼不像是自杀 Breex的股权构成中 印尼政府也占了其中10%的股份 那么这家Breex公司 是如何成功骗过那么多人的呢 一家独立的第三方矿业咨询公司 进行了自己的分析 他们于1997年5月发表了研究结果 布桑矿石的样品中 被人为加入了金粉 实验室的测试表明 这些金粉很有可能是从某件金饰上刮下来的 在岩石样品中撒入了金粉 这样的欺诈手段并不新鲜 自古以来 就有人用这种方式欺骗 那么为什么如此简单的欺骗手段 没有人发现呢 这就是社局者的高明之处 首先 Breex把发现金矿的地点 是在遥远的加里曼丹岛 那里地广人稀 热蛋丛林茂盛 环境十分险峻 没有投资者会亲自去那里实际考察 第二 Breex公司公布的金矿储备量 并不是一次宣布的 而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宣布一个消息 时间越是往后 相信的人越多 因为人们总是会相信 大部分人相信的东西 既然之前发布的消息无人质疑 那一定都是真的 否则早被人揭穿了 再者 Breex公司曾花重金 聘请一些第三方公司为他们背书 这让他们发布数据的可信度 大大增加 因此全世界都觉得布桑的地下 一定有大型金矿 在金矿骗局丑闻爆发之后 Breex的另外两位项目发起人 老板沃什以及地质学家 菲尔德霍夫 被加拿大警方控制 不过他们坚定地表示 自己对金矿诈骗案 毫不知情 他们一口咬定 这一切都是古兹曼一人策划的 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 被古兹曼骗了 由于布桑的严心库里的证据 都被烧毁了 并且古兹曼也已经死无对证 加拿大方面 只是冻结了这两人的资产 并没有定他们的罪 1997年5月 美国时代杂志 用分明文章 Goals Fools 讲述了Breex金矿骗局的故事 同年11月 加拿大法院宣判 Breex公司破产 经过清算 其资产仅仅剩下2000多万美元 Breex骗局 给信以为真的投资者 带来了30亿美元的损失 沃什 菲尔德霍夫 以及古兹曼 在骗局被揭露之前 跑出了大量股票 他们一共套取了超过1亿美元的现金 后来沃什离开了加拿大 去往了位于巴哈马的豪华别墅生活 他在1998年 因患动脉流去世 另一位菲尔德霍夫 同样也离开了加拿大 前往了开曼群岛 后来又移居菲律宾 他在丑闻爆发前 至少套陷了8400万美元 他被宣判无罪后 至今仍然生活在菲律宾 那位从直升机上跳下的古兹曼 有人觉得他已经身亡了 然而有更多的人认为 他还活着 一切都是他制造的假象 古兹曼已改名唤信 在某个地方快活地生活着 至于他是否还活着 也许永远都会是一个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